你有個雲端硬碟 應該有個帳號就有一個雲端硬碟 也有15GB的空間 那如果說你將來希望別人傳東西給你的話 那你又不希望用那個去用Mail 因為Mail有的時候不方便 或者是它有檔案大小的限制 那這個雲端硬碟就沒有檔案大小的限制 而且隨時可以傳 比如說你要傳照片的話 你現在直接丟進去我就可以看到 我就收到了 OK那檔案大一點 甚至你傳個影片給我我也會收到 OK那太多方式 那怎麼做 首先第一個請各位等一下就自行建立一個資料夾 徐浩家姓名 中間不要有空白 第二個的話開啟注意就是 轉換那個 可能你要設定一下 因為你把它傳上來給我的時候 它會自動幫你從Excel檔 轉換成Google的試算表 預設是會這樣 所以記得你把那個 要不要轉換這個動作打勾取消 那等下我會教各位怎麼樣取消 第三個就是 總共會有那個我剛剛講的 總共會有六題嘛 就是你們做完的結果啦 那這個東西當然你們 就是前面練習 我有叫你們先存起來 所以你就把它交給我就可以 如果你有些沒有存到檔 然後你也許等一下還有一點時間 你趕快把它做一做 那怎麼做忘記沒關係 影片裡面都有記錄 你就把影片看一下有沒有 把它重新再錯過一遍存起來 也可以啦 那越早交給我 那分數越高 就這樣子 如果你今天 馬上可以交給我 那最好 因為你傳上去 都會有一個時間紀錄 什麼時候傳上來 我一看就一目了然 這也騙不了人的 而且那個時間你也沒辦法改 因為你除非是跟Google講說 幫我偷改一下 他一定不會答應的吧 OK 所以呢 這個會有個紀錄啦 那怎麼做 我電話一下給各位看 首先第一個注意一下 你連結到這裡面之後 請你記住 這邊有個在 第一步 如果你要把作業交給我的時候 請記住 在你的Google 一定要先登錄你的帳號 就是你的Google帳號 應該每個人都有吧 如果沒有 一定要自己注册一個 這個是必要的 第一個 請你先登錄你的Google帳號 第二個的話 如果你還是登錄兩個字 你就點下去 把你的帳號密碼打上去就好了 第二個的話 請你按一下 這個 在雲端硬碟中開啟 OK 好 那我們這邊的話 把它點擊開來 開啟之後 你會發現 它就會變成另外一種模式了 也就是說 它會直接把我的雲端硬碟 放到你的雲端硬碟裡面了 但是呢 你到你的雲端硬碟只是一個連結 那資料還是在我的雲端硬碟裡面 那你要怎麼傳給我呢 首先各位可以看到 這邊有個叫作業絞交對不對 輕易把它打開來 記得一定要先點開來 所以在雲端硬碟中開啟之後 這邊就會有一個 繳交作業 請各位做第一件事 就說 呃 先在這個 裡面呢 按右鍵 新增一個資料夾 資料夾名稱的話呢 就是你的學號 比如說你的學號是 9 假設我隨便打一個好了 比如說 這樣子好了 然後 然後某某某 先建一個資料夾 然後按右鍵 會有新增資料 按建立 這個時候呢 就會有你的資料夾 特別注意 請你再把它打開 因為如果你沒有打開 直接傳的話 它會傳到外面 它不會傳到你的資料夾裡面 因為之前有同學 很高興的就直接傳 結果忘了 好 再來的話呢 請各位注意一下 你的傳之前 在右上角有一個齒輪 這個齒輪 就是屬於 就是叫做設定 一般就是齒輪裡面可以設定 設定什麼呢 確定一件事情 設定有沒有 確定就是說呢 轉換上傳檔案 要不要轉換成Google的格式 記得不要哦 所以特別注意哦 記得不要打勾哦 你先check一下 如果你沒有打勾 那恭喜你就OK了 但是如果你打勾 請你把打勾取消 因為如果你打勾沒有取消的話 你傳上來的東西 就不是 一sell 檔 而是Google的試算表 因為它轉上去 會自動幫你把excel 轉成Google試算表 就變成Google的哦 我demo一下錯誤的給各位看 如果說你這邊打勾對不對 那怎麼傳上來 非常簡單 先把它縮小 這個可以縮小一點點對不對 然後做什麼事情呢 把你的剛剛的檔案存好之後 然後傳上來 這邊的話 把這個 我假設我今天 我做好的檔案 是在這邊好了 我這邊做好的檔案是 這個好了 比如說我做好的檔案 那我要把今天的110傳上來的話 非常簡單 就直接怎麼樣 按住這個110不要放 拖拉過來 拖拉應該會吧 有沒有 拖拉放開 它這個時候下方就會告訴你說 上傳的進度 不過特別注意哦 我這個 因為我是這個demo是錯誤的 請各位注意一下哦 它應該是excel的圖示 可是因為它幫你轉換成Google的 所以特別注意這個是錯誤的 錯誤的 我們再demo一下給各位看 如果說呢 你把它改成正確的話 好理論上應該是一個excel的格式 所以這邊的話 我把這個打勾取消 再傳一次 110好了 然後把它丟過來 然後也是一樣把它傳上去 它就不會幫我怎麼樣 轉換 所以丟上來正確應該是看到一個excel 而不是看到這個 那你會發現哦 轉上來哦 它會多幫你做什麼事情呢 就是哦 打開來之後呢 你會發現有一些格式不見了 為什麼 因為Google試算表不完全相容 excel 只有部分相同 所以你打開來之後的話 你會發現那個走勢圖那部分 應該是不見了 因為它可能哦 不相容 哦 有沒有 我們看一下哦 有沒有 傳上去雖然看起來大部分都一樣 誒 可是誒 既然這個也有 但是你會發現哦 它長的就是有點不太一樣 哪裡不一樣 本來應該要點的對不對 而且沒有彩色 它還是會有一點點的相容性問題 所以你傳上來的東西 可能不完全可以表示了 那但是呢 特別注意哦 有同學傳上來之後呢 點開來 發現像這樣的狀態 它沒有辦法去點擊 這是正常的哦 因為它只是有點像是 它只是預覽給你看 那你要怎麼知道是正確的 上面有個箭頭 你就是要下載到你的電腦 再用ECO打開 哦 所以傳上去的東西哦 就可以再把它下載下來 哦 OK 所以這裡的話 我想各位試一下 這個地方 那傳上來這個如果錯的話 把它按右鍵 這邊有移除啦 所以也就是你的資料夾裡面 會有那個 第一類有那個 總共會有六個題目啦 OK 那就這樣完成了 畫面先還給各位一下 試一下哦 所以第一個 請各位注意一下 先登入你的Google帳號 第二個的話呢 按一下右上角那個 在雲端硬碟中開啟 找到那個 我們指定的那個 作業繳交的那個資料夾 那你把它打開之後的話 再按右鍵哦 就會看到有一個那個 新增資料夾 學號姓名加上就OK了哦 好 那今天的話 我想原則上 你就把這個 這個這個部分完成 然後大概以後 第二類第三類 大概就按照順序把它放上來 那這樣的話 當然我們原則上 如果可以進度是OK 那我們就是 反正上到哪裡 一直上到期中考 如果DH上到第六類 那我們就考到第二類 如果上到第三類 那我們就考到第三類 那考試原則上 大概就出個兩題左右吧 然後就是 大概給你一個題目 類似像這樣的 然後有一個 類似的那個參考畫面 那你把它做完 再繳交給我就可以了 那繳交的方式原則上 也是類似 就是繳交作業一樣 我到時候會開一個 雲端的硬碟 然後你就把你的作答結果傳上來 這樣就完成 OK 那請各位試試看